欢迎收看新闻超秀 我是刘柱华 很多小资族关心的盘中领股交易新制 10月26号即将正式上路了 未来撮合的次数会更加的频繁 而且重点是领股的价格能够更贴近市价 重点是现在台股的位阶这么高 哪一些族群哪一些个股适合做领股 领股交易呢 今天请三位专家来告诉您 首先邀请到的是投资假日报总监孙庆龙 庆龙你好 主要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领股达人邀请到小副爸爸 小副爸爸你好 你好 大家好 财经专家作家今天再度请到的是 廷浩 廷浩你好 主要好 官朋友大家好 好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们先厘清一下 廷浩我们说盘中领股交易 到底旧质跟新制哪里不一样呢 其实我们先从领股 简单的一个概念说起了 这个台北股是以一张股票 一千股来做交易 一张一千股 对 一张有一千股 那也就代表着 如果你没有买满一千股的话 就叫做零股 简单来讲就这样理解 所以正常来讲的话 如果一张股票 股价是一百块的话 如果你有一千股 就代表整张股票 价值是十万块元 一张一百块的话 你要买一张需要花十万块钱 对 那如果你买999股 没有凑满一张的话 就是九万九千九百元 所以简单来看的话 基本上只要没有买满一张 基本上就叫做零股 那如果你购买的一个零股 加总起来超过一千股之后呢 它就会自动变成一张 简单来讲这个运算是这样子的 那买零股的最主要的原因 我个人认为 基本上就是因为资金不大 要不然其实购买整张股票 是相较比较方便 而且买零股相较起来的话 如果买的这个数量是不够多的话 很有可能手续费是不划算的 因为多数的券商都有一股 最低的一个门槛 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 现在目前因为10月26号 就会有盘中零股的一个新制 来这边跟各位介绍一下 现在来看的话还算是旧制 也就是目前买卖零股的一个时间是 1点40分到下午2点半 所以你很常看到买零股的小资助 可能这个中午午餐时间 就大家挤在厕所 每个人在那边买零股嘛 对不对 1点半收盘 可是交易的时间是从1点40分开始 对 到2点半 那基本上来看的话 是以收盘价来起掉 你当然可以挂超过收盘价 那这样的话相较起来比较容易买到 那因为它是集合竞价的一次戳 所以你1点40分到2点半的时间 随时你都可以下单 对 但是2点半一次撮合 对 所以你只有一次的机会 看能不能买得到 所以它的成交顺序 当然就是以价格来做为优先 所以谁下多少钱你也不知道 对 但你出的价格越高 越容易买到 那为了解决这一种相较零股 其实交易不顺的一个状态 目前的证交所会有一个新制 大概在10月26号的时候 目前来看的话 9点到1点半 从9点10分之后 每10分钟都会有ROD的集合竞价 从9点10分 因为每10分钟 所以开盘之后 你一下单 10分钟之后才进行撮合 对 那ROD的集合竞价 也就是当日有下单 代表的是你只要下一次单就可以了 如果第一次没有戳到 会尝试的第二次 看能不能戳到成交价 这样以此来类推 那成交顺序的话 当然你挂的价格越高 越容易成交 可是如果你挂的价格是相等的话 那怎么办呢 那就看谁的时间比较少下 所以如果我们两个这一档股票 10块钱的价格 我们两个都挂10块钱 就看谁先下单 如果我们两个都是最高价的话 我们就看时间谁先下 那就谁比较容易成交到 其实整体零股的一个交易 它所造成的一个心智就是 相较小资质 或者购买零股的这些投资者 其实比较容易买到一个正常的一个价位 要不然以前旧制的话 就是要赌能不能买得到 因为一天只戳合一次 所以相较起来的话 可能买家的话愿意出很高的价格 那这个卖家的话 相较起来可能愿意出比较低的价格 因为好脱手 所以相较整体的波动幅度会来得高 那如果是心智的话 就比较能够贴切于实体的一个收盘价格 实体的一个现货价格 所以以前上班族只要1点半的时候 到厕所里面去躲一次 现在可能上班的时间要上好多次的厕所 庆隆在心智上路之后 对于整个大盘的波动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对大盘的波动是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是因为零股本来就是市场中 比较小众的市场 它没有办法去影响指数的高低 但是对市场的参与度会增加非常多 就好比你去看棒球 过去的零股交易感觉是自己只坐在外野 然后这边家要队在加油的时候 感觉离内也好远 说得真好 现在的心智就感觉到你已经从外野做到内野去了 大家对怎么加油呐喊 其实你就可以感受得到 整个球场的气氛的那种感受 我觉得这个会差别非常多 因为零股交易大部分都比较适合一些 资金没有这么大的投资人 对于到底零股交易适合哪一种投资人 其实比较适合保守型的 保守型的小资金的一个投资人 因为如果你是小资金但是你是积极型的你就不会做零股 你就可以买全赠买股票期货 但是零股它的好处其实就是跟股票一样 其实只要你选到好的公司 它基本上你长期的去持有它 就能创造出负利的一个效果 现在当然零股你可能钱没有这么多 但是你先开始参与市场 因为过去可能要买一张 可能因为过去的零股交易没有这么方便 那现在大家已经 那个座台已经移到内野了 已经开始感受到市场的这种热度了 再加上你的资金小没关系 我就开始去参与 我大力官买不起一张没关系 我可以买个十股 买个一股也可以 基本上你只要能够参与市场 你就会开始去研究相关的一些东西 凡是万丈高楼平地起 所以在这过程中 你开始参与了 基本上就能够创造出比较好 应该说在投资上的一个经济的一个过程 好 所以庆龙老师在讲 你有没有在听万丈高楼平地起 尤其现在有这个心智 小自主不用等到盘后 躲在厕所里面交易 现在盘中十分钟就进行撮合一次 重点是现在这个阶段怎么选股呢 我们先来听听看小富爸爸之前 怎么操作的 来 再跟大家复习下小富爸爸的背景 小富爸爸在过去 2011年开始做领股交易 带领小资组买领股 当时只是领纪念品 然后再转售创造一年10%的获利 也为自己滚出了百万的年收 现在除了领股之外 做期货投资 做交易软体开发 小富爸爸听说你2011年开始 4000块钱的本金当时就买了 170多档的上市规格股 真假啊 对 那个时候是大概4000块钱 买了大概174档股票 那时候怎么会享受做领股交易呢 其实应该说早期来说 我在离开花旗银行之后呢 我就是从事债务协商 那协助的债务人就是要怎么处理债务 那有发现他们真的都蛮辛苦的 就是为了生活 有时候一顿饭都没有着落 那后来我就建议他们说 可以透过领股的一个购买的方式 然后存股 那每年上市规公司 有一些老板是人很好 他可能会捐赠你一些股东纪念品 比如说柴米油盐酱醋茶之类的商品 那你就可以透过这个方式 来减轻自己的家庭支出 会不会太慢了 如果要还债的话买领股 但是要先活下去才能够再投资 他们接受吗 对于这种领股交易 刚开始他们不接受 所以我后来 为什么不接受 因为他们觉得我已经这么辛苦了 我当然没有钱再去投资股票 而且他们也并不晓得说 买一股事实上的成本并没有那么的高 对那他们会先解决的是他债务的问题 对那后来我就觉得说 那不然我就自己做给你们看 那也在网络上就发表一些影片 对那后来就慢慢的就 大家知道说真的是可以这样子 所以你之前做领股交易做得很成功吗 你为什么会想说用领股交易来教他们 怎么样开始做投资 应该这么说其实领股它也是一股 刚才天涯有提到就是一股也是一个股东 那透过一股的股东以后 你可以开始了解上市贵公司所有的营运的方向 这个是蛮重要的 如果说你能掌握上市贵公司的卖动的时候 其实这个对你自己要投资的时候 你要安排一些规划是有帮助 我曾经来遇到一个很特别的 我买过一股那家上市贵公司的总经理亲自来拜访我 你只买一股他为什么要来拜访我 可是你为什么只买一股 如果你觉得我们是好公司的话 对 后来当然有跟他交流 他后来发现说其实这个对他们来讲也是很重要 对小股东来说也是很重要 我还以为他说我只是想要你的纪念品 没有 上市贵公司的老板来 老板来的 他想要对他想要找 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小股东 他还想了解 对那后来发现说其实这些人也要照顾 因为他可以透过一个这种小股东的 不管是纪念品的交流方式 其实他可以带出他的其他营收 广告 他可以做出广告 对所以他们后来知道说 这个其实要做广告 所以像今年就 王平有特别有做这样的活动 对 只要你去买 只要是股东的话就送2000块钱 红海也有 所以你们刚开始怎么做 就一个人大概只有拿2万块不到 然后就买了大概四五百家上市贵公司股票 买了四五百家 对 全部给你操盘 全部给我 对 那你怎么选股票 选股票很容易 就是我们只要把上市贵公司全部分类出来 那去抓三年到五年当中他会发的 因为其实平均来说 每三年到五年之间都会有董监士改选的机会 就发的特别好 对所以你就要掌握那个tempo 对你掌握好以后还有一些基本 有一些上市贵公司它是每年固定 他会觉得说我要回馈这些股东 对有些像金控股它是很固定的 那它就会回馈给你 所以我们就把它挑选下来 对 所以买一买后来有没有本来只是要赚 股东会纪念品 结果股价很好 结果反而赚了一个波段 有的 有的 比例高吗 不少 对因为我们当时持有到现在 其实单纯领股 像我在持有将近700家左右 你现在总共有700家上市公司的股票 对 都是领股 对那单纯领股的报酬都有超过10% 单纯领股的报酬 所以你 价格的报酬 小父母还讲的对 就是说你刚开始他的初心 可能只是想说赚一些股东会纪念品 但是慢慢练习那个盘股 对于买这些领股 如果你想要去买一整张的话 可以让新手刚开始进场的时候 试着买领股 一起去建立这个盘股 所以我觉得适合新手 领股交易适合新手来做 投资市场中最怕的就是 你还没学会走路 你就开始要跑要跳 对一般我们小朋友在学 都先从爬开始 爬完之后然后开始走路 然后开始跑 然后开始跳 那其实领股交易的好处 就是他的资金的压力 没有这么大 所以你在学爬的时候 或在学走路的时候 你可以比较允许自己跌倒 在跌倒的过程中 你心不会这么痛 所以你看这一波当冲很热 很多的新手要进来的时候 刚开始就想做当冲 对 而且冲来冲 那个杠杆背书 当冲是五本生意 然后还有刚才有提到说全证 然后还有股票期货 那因为现在是多头市场 那其实有一个犹太裔的投资大师有说 在多头市场中赚钱 不要以为自己是天才 因为运气好而已 对 刚才只是运气好 所以当然在多头市场中 比较容易赚钱 你使用高杠杆的倍数的商品 自然能够能够创造出 不错的一个投资的绩效 但是 但是其实如果反转的时候 你受伤的速度也会非常快 那零股这个交易 其实它本身比较保守 因为它是现股 现股操作 那而且在过程中 它的资金也是比较小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现股操作 从这个资金比较小的过程中 开始切入投资市场 我觉得就一步一脚印的 去迈向投资的一个财富自由的人生 好 所以整体来说 零股交易特别是现在盘中 也可以交易适合谁呢 适合买不起一整张的 适合想要练习手感的 重点是怎么挑股票 休息一下 请专家告诉您